我们新的交通部长 就是陈世凯发言人 行政院院长卓榮泰亲自宣布 交通部部长这个位子 就是由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接任 很多交通设施现场的会刊 陈世凯都跟我一起的参与 因此他也非常了解 目前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的问题 院长强调与总统赖清德讨论之后 认为最佳人选就是陈世凯 且跟国人挂保证对陈世凯有信心 我想到了新的位置跟职位 那未来对于交通部的这些业务 第一我们当然是尊重专业 那接下来我当然也需要用心学习 事实上陈世凯的从政之路 一开始是担任立委蔡奇昌的 国会办公室主任 2020年连续当选三届的台中市议员 对地方交通非常了解 除了拥有政治专长之外 也拥有企业的管理能力 特别是他对工作的协助 以及对问题的掌握度 都将有助于处理交通部相关议题和工作 前部长李孟燕爆出婚外情 让内阁蒙上了一层黑影 为了赶紧止血 行政院火速推派发言人陈世凯 接下重责大任 预计最快下周一 9月2号就会上任 29号的行政院会会后记者会 成了发言人最后义务 陈世凯难言不舍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 谢谢大家 以后有空来交通部找 多争新闻 陈鸿一 洪泽瑞 台北报导